今年7月政府失败以防养老 首播选定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 65岁以上有不动产无继承人 不是低收入户的单身老人都有资格 内政部长李洪源提出了国土规划 结合住宅政策要破除大家 非台北市不住的迷思 补贴你交通费或优惠贷款 鼓励大家来去桃园啊 机场协议三重中立段 明年6月要通车了 沿线的A7合一住宅将近4000户 将在后年的3月完工 可租可买6月预售 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纪慧荣 新任部长李洪源 一上任的记者会非常的轰动 他提出就是要这个核心舒压 然后这个区域住宅的 供需的一个平衡 那这样打造的一个幸福家园 也引起很多的讨论 那他非常的开放 他说thinking 这个是要这个非常的positive 然后呢我们要out of box thinking 同时要dialogue 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正向的思考 而且能够这个不要再限制在这种 我们说的挟制的这种思考 也希望能够有对话 那这样的一位新任的部长 他提出了住宅政策 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谈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新任内政部长李洪源提出 住宅政策蓝图 要以优惠贷款及交通补贴方式 来鼓励大台北地区民众 到桃园县市购物定居 就是我们让房贷的额度提高 让尤其是首购族 另外一个可能性 我可以免费让你提供你交通补助 点子很新 但学者专家都质疑 不符合居住正义 世界各国重新住宅政策 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重新必须要有宅政策 才能够就业机会 你把他赶在外面 他怎么没有就业机会 他不可能的 他将来还是跑宅政策来 如果你只谈机场捷运这条线 我们怀疑这不是国土规划 这更不是住宅政策 这应该是土地炒作政策 专家认为将弱势族群 往都市边缘迁徙 再补贴旗交通费不切实际 民众也议论纷纷 台北贵的要死 对啊 是不是考虑去桃园买房子吗 贵啊 如果有的话 不方便啊 什么都不方便啊 台北市远林住宅一点 但是方便 桃园机场捷运线一旦开通 沿线各站大多会规划新的开发区 包括住宅区和商业区等等 再加上优贵补贴 希望能从此改变非台北不住的观念 假设说每年要增加 三亿的交通补助会 而可以把大台北市的这个概念 换为把它扩大到桃园中立 我是觉得这个钱是值得 到底这个补贴的部分 是由中央还是地方 还是由这个三个县市 大家一起来分担 我想这个可以进步来 详细的来协商 落实居住正义要人人住得起 李宏远认为社会住宅不是盖的问题 是管理的学问 国土究竟要怎样重新规划利用 不是两三天两三处 社会住宅就能看到的 理想要时间来实践 今天我们邀到新任的部长 李宏远到我们的当中 部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也就是房价还是那么高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板子 就提到说这个房屋的 房价的所得比 跟所得比起来 平均是9.3倍 台北市甚至达到15.3倍 很高 那如果说我买房子 我的负担率占我的薪水 平均是三成 还多了一点点 那北市甚至达到4成7 那这么高的一个痛苦指数 其实我不晓得部长 你怎么看这个 我们说的高房价 我想这个 我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 他是在台湾住了 二十几年的德国人 他说他认为台湾像台北 这么高的房价 他是有罪恶的 就是说一般的中产阶级 根本不可能负担我们这高的 这么样的高的房价 所以我是觉得身为一个主管的官署 我们必须要拿出一个更积极的作为 来看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说打房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有负面讯息的 的这个字眼 但是我是觉得这是打房是 你要让税提高 那是一种做法 你要提供更多的选择 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当然我们也讲到 你不排除说有一些人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 他都没有办法 有能力来负担这样的房子 那那些人 你如何用社会救济的手段 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房价痛苦指数 是现在施政的一个 非常高的priority 我们一定会非常审慎的 来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会照顾到所有的族群 我想这是我们起码 给自己的一个期许 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最近提的这个核心书一样 也甚至说 我们可以到桃园中立 以捷运后 或者是这个 我们到机场的这条路线 沿线来做一些发展 那当然有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说 你要新市政的造政 然后甚至说 这个是不是中间 又会炒高更多的房价 这大家有很多的担心 我想你需要再解释一下 对 因为其实这样讲好了 我发表当内政部长的 这个消息都还没开始 我就有一堆朋友 那些朋友就是 就是像夏初九 夏教授 就是NGO的朋友 常年的老朋友 他们就给我一堆讯息 他们给我各式各样的讯息 他们就很紧张 他说你应该怎么办 怎么怎么办 所以那这样讲好了 其实我长期在欧洲 其实欧洲的 我虽然不是学这一行 但是欧洲的住宅政策 我某种程度上面 还是算了解的 然后呢 我的专业知识 事实上我过去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防灾 但是呢 我防灾的知识告诉我说 事实上台北三百年 没有发生过大地震 从康熙年到现在 所以台北发生 这个大型灾害的 这个potential是很高的 那这样在一个前提下面 我一直都认为 不应该再把所有的人 都塞在台北 那你不要把所有人 都塞在台北 你怎么办 往其他区疏散 然后呢 我过去在公共工程 委员会担任这个服务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事实上机场捷运 在一百零三年通车 五阳快速道路 也是在几年之内会通车 然后呢 巴黎新电线 从巴黎现在 你要开车进到台北 大概三十分钟 特二号道路也通了 然后这个淡海新市政的轻轨 是是在必行 甚至已经是在规划切断了 淡海北面的平面 叫做快速道路 也已经开始开工了 丹江大桥也在规划当中 但是我们过去 在做这个建设的时候呢 我们只想到什么 让这些郊区的人 赶快可以进到台北 来上班上学上课 下了班以后 赶快可以让他们 回到郊区里面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通建设 我们叫做辐射状的交通建设 只是让这个新北 甚至桃源 基隆变成台北的卫星都市 你不到台北 你根本没有办法上班上学上课 那这是一个我们目前的状态 那既然我刚刚讲的这些交通建设 事实上我们已经投资了上千亿 好几千亿 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我假如说 我要不要把它的附加价值做出来 所谓的附加价值就是说 譬如说你看巴黎 巴黎那块土地 事实上并没有好好的 做个规划 事实上也没有好好的在利用 你可以看机场未来要经过的地方 从A7站经过龟山 一路到长庚医院 对 然后从长庚医院 到了林口转弯到了南侃 其实那个地方是荒芜 我不好说荒芜一片 那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在利用 所以这些交通建设 我现在只是想到说 我要把它的所有的附加价值做出来 是 怎么叫做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就是说 我不只是让你通车而已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建了两个合一住宅 刚刚您在影片有提到 一个就是福州 大概4500户左右 它一个是A7 一个是A7 3800户左右 福州4500户 花到多少钱 451亿 451亿 当你4500户进驻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板桥的交通黑暗期的开始 是 因为太多人涌进了 那个地方现在要进台北 就已经很困难的在Rush Hour 所以下一步 这件事情我们过去的思维是 我盖一栋房子来装人 没有了 就盖一栋房子装人 你没有想到说 这些人进来以后你要怎么办 他还是必须到台北来上班 上学上课 新北市政府的下一个头痛的问题是 拓宽马路 拆房子 盖停车场 后面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可是你现在要把他们抒压 要到比如说桃园 中立 所以我们再来 我把它讲完 所以我现在未来 我不是只盖一栋房子来装人 而是说我造了一个社区 里面有超级市场 有电影院 有library 有所有的公共设施 我也希望说 你到那地方 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些工作 就是就业机会 你是有就业机会的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在桃园的地方 你要怎么样的一个 让这些就业机会渗出来 所以我现在不只在讲桃园 好像大家讲桃园 一路要到中立去 其实不是的 我现在讲交通建设这么便利以后 事实上大台北的定义已经变了 因为它的事实上 过去的距离很远 现在通车的时间相对是近的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桃园 可能是南侃 可能是巴黎 可能是淡海新市镇 事实上淡海新市镇 还有更大的空间 那我现在是把整个社区打造起来 里面有学校 所以你的小朋友就在这儿 而且是一个好的学校 一个好的quality的学校 所以你的小孩不需要跑到台北来上课 像我小时候 我每天上通车要 来回要三个小时 但是现在你不需要 你在当地就可以找到 你想要找到 是 所以这样讲起来 你就是希望有配套措施 配套 然后包括就业教育 都在那个生活圈里面 可是现在这个都在地方政府嘛 你怎么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 当然这样子讲好了 我也必须要强调的是 现在是内政部 我们拟出了好几套方案 12345 我等一下会一一的讲 那这一套 比如说在新北 我们就会去跟新北市谈说 你把这一个 我们先找一个地方示范 做出来 A7既然已经要盖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A7旁边的机能 给造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A7的人3800户 他是势必要进驻 进驻的人 我也不鼓励你这3800户 全部都要跑到台北去 事实上这是不符合 在地就业 我们希望是可以在地就业 那在地就业会有什么好处 你就会把像龟山 那个地方的整个经济带起来 那现在我们不是 前一阵子又在谈 扩大经济投资 希望让台湾的经济可以复苏 事实上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经济复苏的动力 所以这是一个方案 方案之一 所以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也不强迫 你要是首购组 你符合某一些条件 政府可以把你的 这个叫做贷款 Mortgage 我可以给你一个 相对低的利息 你的这个Mortgage 进到那个市场又会 这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刚刚提到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其实我们这个福州里 福州这个这一个4500户 花掉了450亿台币 里面假如只有5个%是所谓的社会住宅 其实我才制造了200多户 就花掉了400多亿 大台北地区的社会住宅的需求 当然每个大家统计不一样 有人说30几万户 我看到的数字是9万户 不管它几万户 200跟9万是一个天文数值 是个天文数值 然后呢 我光要解决这200多户 我就花掉了400多亿 请问你 我们政府有多少的本钱 来做这件事情 不过现在也有一个说法 这个也许可以跟部长讨论 也就是说 如果政府来干 因为有人算过 如果未来只租不卖的话 你用租金就可以补足你盖的 而且不会是平衡的 你不会亏钱的 是是是没有错 所以过去的政策是 它是卖的 好 还有5处社会住宅 在台北3处 新北2处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它在造标 但是呢 林币效应 所有的邻居都很怕 这个地方被标签化 会让旁边的这个地产掉下来 然后呢 你去看欧洲的社会住宅 美国的社会住宅 美国的社会住宅 就是它是集中式的 所以它最后变成贫民窟 是 最后变成 隐身了一堆的治安问题 荷兰的社会住宅 混居的 它50% 它说你只要 因他们在50%以下 你都可以申请的 所以它就没有所谓的 被标签化的问题 但是大家也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荷兰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 荷兰的土地是国有的 荷兰的土地并不是私有的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要衡量我们自己的国情 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现在呢 很积极地去跟台北市 新北市谈 就是说我们这五处 当然只租 未来要盖的五处 只租不卖 未来要盖的五处 只租不卖 然后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的 income的这个 这个percentage稍微高一点 譬如说30% 至于是30还是40 大家可以来谈 因为这会牵扯到 你有多少需求 多少人qualify 假如这样子来做的话呢 某种程度上面 我觉得我盖这五处 社会住宅的主力会相对减少 但是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是 其实盖完以后 最麻烦的问题是管理 谁来管理 谁来分配 荷兰是有所谓的NPO 它叫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非盈利组织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台湾的住宅法里面 有没有这个空间 我们要去谈 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假如没有 如何溃悦出一个 这样的空间出来 我们来操作这五处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 我是用 我是觉得盖是一件事情 管理才是 才是一个最最关键 整个事情的成败是管理 不是盖 假如只是盖的话 相对的是很简单的 所以未来这五处 如果盖出来 总共会有几户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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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少户了 也没多少 两三千户而已 真的是没多少户 所以我们永远是 你要靠盖来解决 假如说我的数字是9万 你的数字是33万 用盖来解决这9万户 我觉得是 我个人认为 是还不积极 甚至是不可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政府在盖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 合一住宅 对象是中低收入的国民 然后在A7就是领口机场的捷运 大概有3960户 然后福州这边有4000多户 刚刚部长有讲 这个盖好之后 就是板桥的交通黑暗器 OK 因为有这么多户进驻 对 然后这个合一住宅 是以中低收入 然后它是可以买的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社会住宅 对象是弱势族群 然后它是在万华的青年的那个青年段 就是在松山保青段 还有大同的 这个三重大同那里 出马 所以才1000多户 才1000多户 那真的这比起我们说需求33万户 我们真的是差太多了 然后社会住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现代住宅 是提供国有地 然后设定地上的权 也就是说 它要五年之内都不能买卖 那这个都是政府现在开始在盖的房子 已经花了不少钱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在 我花了上千亿 事实上我只制造了将近2000户 的所谓的社会住宅 是 这个离这个demand 太远 太远了 那怎么办 我也必须要去面对它 所以我现在在做了 有几个可能性 就是我以前在工程会 我也做了几处的所谓的青年住宅 我才花掉了4000多万 为什么 政府的闲置空间 对 文字馆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闲置空间 很多的文字馆 我会很积极地去检讨这件事情 是 第二个 我们在谈 这个其实很多 因为少子化 是 事实上很多学校现在是没 找不到学生 或者学生非常的少 我举个例子 这个老松国小 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学 现在不是 现在300个小孩 过去是2万 现在剩下300 兰州国中 过去是4000个学童 现在剩下300 所以它的campus 有一大半是空着 当然这是台北市政府的authority 我也只能跟它对话 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考虑 比如说把两个学校 merge 因为300个小孩 事实上 接送比较简单是不是 现在台北的交通很方便 说实在学校和学校之间 这个已经没有那么远了 所以呢 把空出来的campus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房子了 我们找一个最好的建筑师 把它做一个转换 其实我就可以奎业出 我用最少的钱 我就会奎业出这种东西出来 是 那后面就是管理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某种程度上面就是把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 对 活化再利用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您后面要谈的空屋 对 我们现在台湾的空屋 他们给我的数字大概是有150万户 可能不止吧 你像是说将近200万户 那起码我看到的数字就是这样的一个older magnitude 150万到200万 你真的要把台北的所有的空屋都清出来 事实上其实我们的住的问题已经解决掉一大半了 现在问题是match 对 我如何把空屋跟需求把它给结合在一起 现在有空屋的人 我也不瞒您说 我有空屋 我们家有空屋 可是呢 我会很害怕说 租给谁 我租给了房客 万一他是个很糟糕的房客 我每天要去跟他打交道 东西坏了 我们烦不胜烦 这个我干脆讲说 我干脆我不租了 房子就空在那儿 现在我已经请我们的营建署在拟一个方案 就是说一样我们希望跟NGO合作 事实上我们也不排除 比如说我台北市的某一个区 我公开招标 找一个管理的人 这个人可以是现在的这些房中业者 也可以是像崔妈妈这些NGO 他们扮演什么角色 我政府鼓励你把空屋交出来 是 我们这个平台帮你找到你要租的人 适合要租的人 你也不用担心你收不到房租 你只负责收房租 我每个月定期这笔钱会汇到你的户头 至于房客租给谁 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帮你把房子的状况维护到很好 然后这一批这些来租房子的人 不排除有一些事 可能付不起这么高租金的人 政府补助你 所以政府补助你 所以屋主跟房客永远不需要见面 所以中间有一个中介者 中间有一个平台在做管理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case在荷兰 在欧洲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已经在你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你出来 我们当然会跟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对话 跟很多的NGO来对话 假如这件事情我一样 我先说服台北或是新北 我们找一个地方事办 假如可以的话 其实假如这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很大 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实施以后 其实某种程度已经 就是不用再盖了 已经解决掉一部分的问题 所以我回过头来讲 其实我的整个思考逻辑是 叫做optimization 最佳化 政府几千亿的交通投资 事实上民间的空污也是民间的投资 也是中华民国的投资 所以你都要做最有效的力量 我要把民间的投资跟政府的投资 来做最有效的效率 我把这些东西用在照顾年轻的族群 这些中低收户的族群 希望大家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你的alternative 但是不排除 不排除什么 不排除还有一个底层的人 实在是你任何办法都用完了 他还是没有办法 那这个部分就是用社会救济 OK